在去年6月出事的安邦保险集团原董事长吴小辉 已于2月23日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据公告 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对吴小辉集资诈骗 职务侵占案向上海市第一中院提起公诉 也就是说 若无其他意外 吴岸将在上海开审 而江泽民家族将最受震慑 吴小辉此番被提起公诉 时间上正指中共养会召开的前一周 再加上吴小辉红色驸马的背景几乎众人皆知 这就令外界不无两种观感事 高层汇钱博弈 震慑红色家族 若是以后者而言 那么当局今次把吴小辉案放到上海法院去审理的讯息 也足以让人率先替江泽民长子江与绵恒对号入座 如果吴小辉不搞事不出事 官媒不会披露安邦的前世今生 外界也无从印证安邦2004年的催生者是上戏 而成立4年的安邦 随即收获金额达10亿元的手筒金 及全国业务据点的基本铺设 同样都得益于上弃子公司的一纸合约 然而安邦吴小辉案例 也只不过再次说明一件事 即在90年中后期开始起家发家的大恶 多有江年恒直接间接的注资入股 而这从另一个角度讲 江年恒早就是杠杆老手 早就把银行当成自家提款机 只是中共媒体不敢报而已 一个台湾商界知名的例子是 2000年下半年 江年恒和台商王永庆的儿子王文阳 宣布合办红利威电子公司总投资64亿美元 据王文阳透露 号称合资 他一分钱没出 全是江年恒从银行弄来的钱 如今江年恒也是后继友人江志成 江年恒的儿子 于2010年仅24岁就贵为博与投资董事 2012年募集15亿美元 并在几家国有大型的跨刀下 私有化阿里巴巴 江志成这超乎常人的成绩 被指令人难以置信 而且其资金链及股权操作至今都令外界难以捉摸 换言之 在金融市场 当一些红色家族垄断利益 在二代这里开始走到尾声时 江泽民家族却是上场第三代 无论如何 江年恒写下的红色家族金权记录 应该是无人能破 在拥有包括上联投资 网通 上汽 上海机场等众多的商业身份时 同时还担任中科院副院长 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等党政领导要位 而且毫不避嫌江泽民曾在上海这里 主政有利益冲突的问题 其一官邑商时间之长 领域之深 利益之大 堪称官商不分的最高代表 同时也被指中国读一个政商学三期 习近平金融繁复以来 引发红色家族金融危机 若据海外最新爆料 江泽民家族到国资产高达5000亿美金 即约4万亿人民币 那么几大红色家族再大 也仅只是江家一角而已 吴小辉法办了 江年恒怎么办 何况江年恒被指杀人换肾 灭口换肾证人 这攸关多条人命的部分 江年恒江泽民都很难不被追究 为迫使朝鲜放弃核武 美国政府23日宣布一项 史上最大规模的对朝制裁 同时 川普总统再次发出 将向中共采取贸易行动的信号 并传达给习近平一句话 美国时间2月23日 川普总统透露 美国对朝鲜启动了 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新一轮制裁 旨在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导弹计划 美国财政部国外资产管理办公室 在有关声明中称 这些措施旨在阻挠朝鲜的海上运输 贸易和船只 并进一步孤立平壤 这项被称作史上最大规模的对朝制裁 涉及56个社朝实体和个人制裁对象包括 朝鲜 中国 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而被指与朝鲜增加走私的俄罗斯企业 此次未成为制裁对象 被制裁的中国与香港公司包括 长安海运技术有限公司 红翔海运香港有限公司 华信船务香港有限公司 利百船务有限公司 省中国际海运有限公司等 美国财政部指出 被制裁的这些船务公司 属于一个旨在帮助朝鲜躲避联合国制裁决议的 复杂的地下贸易网络 此前的20日 日本海上自卫队在中国东海的公海 拍摄到船身携有简体字船只 与朝鲜船只皆嫌疑似非法输送石油 日方质疑是中国船只已经告到联合国安理会 促请各国遵从联合国决议 向朝鲜实施最大限度的制裁 美联社23日说 一些公司和船只在公海上进行非法的船 对船石油和煤炭传送 得以使朝鲜避免遭受联合国的制裁措施 而向朝鲜非法走私物资的活动 大多与中国和俄罗斯有关联 导致这两国与美国的关系出现紧张 23日当天 川普总统又再次发出了向中国采取贸易行动的信号 川普在华盛顿郊外举行的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 发表讲话表示 美国的经济投降时代已经结束了 美国不能再让别的国家占便宜了 他说 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2017年高达5660多亿美元 其中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为2758亿美元 达到历史新高 我不明白为什么以往的美国政府不对这种情况采取行动 川普还说 我非常尊重习主席 但是我们不得不做我们不得不做的事 美国政府宣布对朝鲜新一轮制裁 以及再次向中国采取贸易行动 选择的时间颇引人注目 仅在几小时前 韩国总统蒙在银社宴招待了来访的川普女儿和顾问伊万卡 美国官员表示伊万卡没有计划与朝鲜代表团会面 美媒消息 中共中裁办主任刘鹤月底将防美油税 避免中美贸易战 此前中共高层也被报曾与美方密集接触 美媒分析 这显示北京底气不足 会竭力妥协 美国爱客若斯网站2月22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习近平的首席经济智囊 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将于2月27日至3月2日访问美国华盛顿 报道分析 北京此举止在与美国重新接触 并希望重启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但白宫至今尚未同意 本月初 与刘鹤同为中共政治局成员的国务委员杨洁篪也曾访美 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 也是如何建立两国公平与互惠的经贸关系 此外 英国金融时报2月14日援引多个消息人士透露 习近平和王岐山之前几周曾秘密会见美国驻北京大使布兰斯塔德 极力游说美方 以扭转中美对抗和爆发中美贸易战的趋势 随后 刘鹤也定于14日与布兰斯塔德会面 金融时报指 中方接连派高官与美国接触 表明北京当局对中美经贸问题的担心程度 这可能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不乐观 中方底气不足 对此 美国之音援引中国问题专家 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杨中美的分析称 中美贸易战如果开打 中方会有一个很大的挫折感 对习近平设定的经济进程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所以 中方不想卷入贸易战 会竭力妥协 他认为 中美不会展开大规模的贸易战 双方会有所妥协 而中方妥协的意愿可能更强一些 美国方面 川普总统在国安新战略和国情资文演讲中 都指中共政权对国际秩序存在威胁 已经明确将中共列为对美国进行经济侵略 挑战美国价值观的对手 今年1月开始 川普已经出牌多个措施 对中国产品连下重手 中方反击措施则非常有限 被指只有象征意义 多家媒体消息 中共中裁办主任刘鹤将出任主管经济和金融的国务院副总理 港媒更预测 这名习近平的经济智囊将领导六位经济领域的高官 即会将经济事务直接委托给这个经济团队而绕过总理李克强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刘鹤在3月的中共两会上升任副总理后 或将领导一个由6名高管组成的经济团队 负责中国经济管理的大部分事项 报道援引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锐生的分析称 刘鹤名义上是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领导下工作 但习近平委派给刘鹤团队的工作大部分会绕过总理 刘鹤不会提出他认为习近平不会审批的方案 报道称 刘鹤团队将由来自银行和金融系统的经济专家组成 最终会在3月通过任务命 北京的政策制定圈子内流传的热门人选包括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 证监会主席刘士渝 央行副行长易刚 发改为主任何立峰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孝亚庆 以及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学东 报道称 这一团队看起来很强大 6人都曾管理过政府实体 银行或金融服务公司 6位人选中 5位有博士学位 至少3位能说流利的英文 这6人中 郭树清特别引起关注 据银监会官员介绍 郭树清行事迅速 不会过多考虑利益集团 这一风格与刘鹤相似 也符合习近平的优先考虑 不过 外界观察 这6人并非都是习近平亲信 一有前朝就不 习如果依靠这个团队掌控经济 估计还会有一定阻力 近年来 刘鹤越来越显示出 直接参与经济决策的迹象 今年1月还代表习近平 率团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而国务院越来越成为 习近平团队经济决策的执行者 此前海外媒体 曾一度炒作习利不和的舆论 近来已经销声匿迹 有分析指 背后放火的是江派势力 目的是分化习利 习乎政治联盟 港媒指 习利只是分工有所调整 配合上没有出现问题 二人在经济理念上可能有分歧 但在政治利益上并无冲突 习近平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打击黑恶势力及保护伞 被外界认为建制中共政法系 该通知出炉后 中共最高法沉寂近一个月后 近日终于表态 宣称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 惩治司法腐败 做到查案工作无禁区 无特区 无盲区 这是习近平当局发出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通知之后 最高法首次对此事进行表态 据新华网报道 中共最高法院近日召开全国反腐败工作视频会议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会议上强调 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 一些法院依然不同程度存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不到位 组织纪律执行不到位 落实两个责任不到位 四封问题久禁不绝等问题 在美国职业的律师叶宁认为 中共公检法是专制制度的打手 不受任何权利约束 绝对的权利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靠中共司法部门自己根治腐败根本上是原木穷鱼 此前 中共国务院于1月24日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强调打击黑恶势力及深挖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影结合起来 严惩黑恶势力 通知还要求 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扫黑除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对此 港媒东网评论称 习近平所称的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 意味着中共政法系将成为今年反腐重点区域 一批大案要案或许很快就会出现 评论称 周永康一手打造政法系十年 周虽以身献秦成监狱 但其徒子徒孙仍占据政法要紧 口头上效忠北京 行动上却鸣顶暗抗 其在收拾完枪赶死后 势必清理到罢字 而清理政法系 最好的切入点便是打黑除恶 众所周知 中国一些地方的黑恶势力 都有政法系官员充当保护伞 称霸一方 残害百姓 甚至一些黑社会头目就是政法系统官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校分析说 习近平当局避开政法委 直接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进行政治性 运动性的这场运动 真正的目的是要彻底解决江泽民集团 在政法界留下的隐患和威胁 要彻底清除江派在政法系统 从上到下的残余势力 但在此次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 各地公布的扫黑战果却变了位 据媒体报道 各地抓捕的人五花八门 有将严打转向政治领域渗透势力的 有将严打转向阻碍征地拆迁的 上访的等等 就是没有黑恶势力揪出保护伞 而中共最高检在召开有关扫黑除恶的 全国检察长会议时 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对对场行动的定调 更是变了位 他强调 要深入开展反分裂 反渗透 反恐怖 反邪教 反间谍斗争 曹建明和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军有江派背景 两人均被指涉周永康案的罪行被暂时放过 李天笑说 由于洗扫黑除恶处及到清洗政法系统江派势力 因此遇到巨大阻力和顽抗 政法系统把扫黑口号接过去 还另立反渗透反邪教的项目 实际上就是把矛头转移到了受迫害的民众身上 还故意把习的扫黑与中共以往的严打及重庆唱红打黑混为一谈 以便自己脱身 李天笑指出 总而言之 习的扫黑对象包括黑社会成员 但更大的目标是清理中共政法系统迫害民众的江派势力 因此遭到江派势力的拼命抵抗 时政评论人士李牧阳说 中共铲除黑恶势力和保护伞是笑谈 只有中共官员 政法委 才有能力和权力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而他们都是在中共体制内存在的 是中共的一个特色 也就是说 中共本身就是一个黑社会 这是它的本质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也无从印证安邦2004年的催生者是上气 而成立4年的安邦 随即收获金额达10亿元的首桶金 及全国业务据点的基本铺设 同样都得益于上气子公司的一纸合约 然而安邦吴小辉案例也只不过再次说明一件事 即在90年中后期开始起家发家的大恶 多有将年恒直接间接的注资入股 而这从另一个角度讲 将年恒早就是杠杆老手 早就把银行当成自家提款机 只是中共媒体不敢报而已 一个台湾商界知名的例子是 2000年下半年 将年恒和台商王永庆的儿子王文阳 宣布合办红利威电子公司 总投资64亿美元 据王文阳透露 号称合资 他一分钱没出 全是江绵恒从银行弄来的钱 如今江绵恒也是后继友人江志成 江绵恒的儿子 于2010年仅24岁就贵为博与投资董事 2012年募集15亿美元 并在几家国有大型的跨刀下 私有化阿里巴巴 江志成这超乎常人的成绩 被指令人难以置信 而且其资金链及股权操作至今 都令外界难以捉摸 换言之 在金融市场 当一些红色家族垄断利益 在二代这里开始走到尾声时 江泽民家族却是上场第三代 无论如何 江绵恒写下的红色家族金权记录 应该是无人能破 在拥有包括上联投资 网通 上汽 上海机场等众多的商业身份时 同时还担任中科院副院长 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等党政领导要位 而且毫不避嫌江泽民曾在上海这里 主政有利益冲突的问题 时间2月23日 川普总统透露 美国对朝鲜启动了迄今为止规模 最大的新一轮制裁 旨在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导弹计划 美国财政部国外资产管理办公室 在有关声明中称 这些措施旨在阻挠朝鲜的海上运输 贸易和船只 并进一步孤立平壤 这项被称作史上最大规模的对朝制裁 涉及56个涉潮实体和个人制裁对象 包括 朝鲜 中国 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而被指与朝鲜增加走私的俄罗斯企业 此次未成为制裁对象 被制裁的中国与香港公司包括 长安海运技术有限公司 鸿翔海运香港有限公司 华信船务香港有限公司 立百船务有限公司 沈中国际海运有限公司等 美国在去年6月出事的安邦保险集团原董事长吴小辉 已于2月23日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据公告 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对吴小辉集资诈骗 职务侵占案向上海市第一中院提起公诉 也就是说 若无其他意外 吴兰将在上海开审 而江泽民家族将最受震慑 吴小辉此番被提起公诉 时间上正指中共养会召开的前一周 再加上吴小辉红色驸马的背景几乎众人皆知 这就令外界不武两种观感事 高层汇钱博弈 震慑红色家族 若是以后者而言 那么当局今次把吴小辉案放到上海法院去审理的讯息 也足以让人率先替江泽民长子江与绵恒对号入座 如果吴小辉不搞事不出事 官媒不会披露安邦的前世今生 外界以其意官邑商时间之长 领域之深 利益之大 堪称官商不分的最高代表 同时也被知中国读一个政商学三期 习近平金融繁复以来 引发红色家族金融危机 若据海外最新爆料 江泽民家族到国资产高达5000亿美金 即约4万亿人民币 那么几大红色家族再大 也仅只是江家一脚而已 吴小辉法办了 江年恒怎么办 何况江年恒被指杀人换肾 灭口换肾证人 这攸关多条人命的部分 江年恒江泽民都很难不被追究 为迫使朝鲜放弃核武 美国政府23日宣布一项史上最大规模的对潮制裁 同时 川普总统再次发出将向中共采取贸易行动的信号 并传达给习近平一句话 美国